随着八天长假的结束,电影国庆档也正式收官。在影院75%上座率的限制下,2020年国庆档中国电影总票房达到39.5亿元,也一跃成为中国影史上票房第二高的国庆档。 2020年国庆档10月1号到8号,全国电影票房达到39.5亿,同比2019年国庆档下降11%,成为史上票房第二高国庆档。 放映场次共计314万场,观影人次达到9959万,上座率为25.5%。 2020年国庆档我和我的家乡以18.7亿票房夺得党期冠军,票房占比47%,亚军江子牙票房13.8亿,票房占比35%,夺冠党期内票房3.6亿,位居第三,票房占比9%。 业内人士表示,相较于2019年同期,2020年国庆档上映的影片有几个特点。 首先,影片的类型题材更加多元化,既有主旋律影片,又有动作、喜剧、国漫动画类型、青春励志题材的影片,给观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。 同时也使得今年的购票用户25岁以下占比达到40%,明显高于往年。 第二个特点呢,是今年档期泛化,就是影片开化时间不再局限在930或者10月1号当天,有提前925上映的夺冠,也有10月3号、4号、5号上映的影片。 提档、演档更加灵活,让影院端的库存利用率更加高效,影片也有更多被观众看到的机会。 分析人士认为,中国电影市场在2020年国庆档期间的表现,为疫情后的电影市场发展提供了信心和经验。 疫情让整个电影行业在上半年近乎停摆,对电影观众的娱乐习惯也造成了改变。 但经过今年国庆档,也让从业者看到,只要我们能够提供给观众高质量的内容, 通过精准高效宣发的触达观众,影院提供高水准的服务,观众一定会重新回到院线电影中来,电影产业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。 除了电影行业,音乐节等线下演出也在不少城市相继展开。 据介绍,2020年国庆假期期间,全国各地共举办音乐节20余场。 整体的场次同比去年增加了130%,整体的票房增加了113%,二线以下城市的票房占比超过六成。 应该来说就是史上最强的音乐节国庆档。 我觉得这个国庆党音乐节的全面复苏,我相信也能够给演出行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息。 演唱会应该离大家也不远。